还要来看到这个地点呢 就在高雄的三明区 由于有违剑铁皮屋遭到强风吹落 导致呢砸在一处停车场 这数十辆轿车几乎全毁 可以说包括像挡风玻璃碎裂 车头也凹陷 现场像是被炸过一样 满目疮痍 这一台 哇 这个挡风玻璃整个这样子 黑色轿车的挡风玻璃破了一个大洞 山陀儿登陆高雄 强风把顶楼违剑铁皮吹落 硬生生砸在停车场 导致多台车辆几乎全毁 昨天在三明区这边 其实有最多撤到这个十二级的强风 所以其实呢 在这整个这个地方 都是其实满目疮痍的 包括在顶中街这边 有一些这个一处的停车场 可以看到呢 其实这一台车呢 挡风玻璃是几乎全都裂掉了 停车场内 四处都是散落的铁皮与铁架 还有一些钢条 不偏不倚砸中轿车顶 车窗玻璃全碎 车头凹陷 车主听到爱车被砸 紧急到现场查看 多台轿车都被铁皮硬生生压住 完全动弹不得 危见铁皮屋往爱车这一杂 车主能否理赔 现场公告明显 台风天因为没有管制 不建议停放车辆 但有公共意外险一百万元 山陀儿重创高雄 受害车主透过这次的经验 学到宝贵的教训 记者陈寅如 林世环林千亿高雄采访报道